宁波民众为了反对PX项目上马 连续数日进行抗议 27号爆发更大规模的抗争 当局出动了很多警力 并从南京调派军队进行镇压 当场抓捕抗议民众 直到28号 抗议人潮仍然坚守 中共当局27号连夜从南京军区 湖州等地调遣大量的武装力量到宁波 同一天 宁波公安局镇海分局 发出公稿声称要严惩抗议民众 当局的做法更激起民众的反弹与不满 继续抗议 还在抗议 警察还在暴力执法 对于当局从南京军区调兵镇压 目前正在南京的大陆律师张赛宁表示 这说明中共维稳政策的失败 全中的要求是正当的 你在这里前一个有读在那个发工厂 全中有权力有发言 我是这样看的 还是老一套 还是维稳的那一套 而网友在微博上也发出保卫宁波的口号 纷纷表示要前往支援 一位宁波人说 有人告诉我明天部队也要来 那明天更加要去 我不想以后孩子问我 爸爸 化工企业建设时 你们为什么不抵制 我无言以对感到羞愧 自由是人的自然属性 当失去时 五宁死 近年来 由于新建可能危及环境的项目 而引发的所谓群体事件 在中国各地接连出现 凸显出中共当局在猛力发展经济的同时 涉及到公众权益保护和环境保护的问题 也急需解决 新唐人记者李运 蓝竹采访报道 新唐人记者李运 蓝竹采访报道